屈原沉江 国江一年一中的龙州大赛就要开始了 请各龙州队准备好 加油 快看 黄队的老爷爷多棒啊 黄队马上就到终点了 大家看 黄队冲破了终点 取得了第一名 太棒了 请我们去找黄队的老爷爷去 好啊 老爷爷 老爷爷 我们能到您的龙州上去吗 行啊 上来吧 好嘞 这龙州可真漂亮 老爷爷 你们每年都比赛吗 是啊 这是个传统的节日 是为了纪念屈原呢 屈原 他不是战国时楚国的诗人吗 对 没错 那赛龙州跟屈原有什么关系呢 是啊 啊 这话说来可就成了 老爷爷 您就给我们讲讲吧 是啊 好好 相传在战国时期 楚国一直受秦国的欺负 有一年 秦昭湘王却很客气地写了一封信 送给楚怀王 哦 秦昭湘王 想请本王到五官相会 定立秦楚友好盟约 众位爱卿 你们有何高见呢 大王 以臣之见 还是不去为好 你想 秦国强暴得像豺狼一样 咱们受秦国的欺负不止一次了 大王一去准上他们的圈套 公子兰 你说呢 咱们因为把秦国当作敌人 结果死了好多人 又丢了土地 如今秦国愿意跟咱们和好 怎么能够推辞人家呢 有道理 大王 不能去呀 你不必多说 我明日即刻启程 果然不出屈原所料 楚怀王刚踏进秦国的母官 立刻被秦昭湘王软禁起来 逼迫楚国大臣拿土地来数 哦 那过来呢 楚国的大臣们听到国君被押 就把太子立为新的国君 就是楚清湘王 一年多后 楚怀王死在了秦国 大王 我们楚国在外受尽了欺负 我们要为国家和楚怀王报仇学耻啊 可是屈原的话 并没有受到楚清湘王的重视 反而遭到了公子兰和其他人的仇视 那屈原怎么样了吗 由于公子兰在楚清湘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 使楚清湘王十分恼火 把屈原割了职 放入到湘南去了 屈原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 反倒被奸臣排挤出去 他简直气疯了 他经常一个人孤独的在这条古罗江畔 一边走一边唱着伤心的诗歌 附近的百姓知道他是个爱国的大臣 都很同情的 您不是楚国的大夫吗 怎么会弄到这种地步啊 许多人都是肮脏的 只有我是个干净的人 许多人都喝醉了 只有我还醒着 所以我被赶到这儿来了 既然您觉得别人都是肮脏的 就不该自明清高 既然别人都喝醉了 那么您何必独自清醒呢 我宁愿跳进江心 埋在鱼肚子里 也不能拿自己干净的身子 跳到污泥里去 染得一身脏 公元前278年5月初五那一天 屈原终于投江至上 百姓得到信后 纷纷奔向江边 渔夫们将船横成一排 顺水而下 奋力打捞屈原的尸体 却没有捞到 百姓们唯恐鱼龙下泻 吞噬屈原的身体 纷纷用竹筒盛上米和鸡蛋 投入江中 从此百姓们每年5月初五这一天 都来划船投米 后来又把成米的竹筒 改为粽子 把船改为赛龙舟 这种纪念活动 一直延续至今 这就是端午节的来历啊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好了 孩子们 跟我到我家去吃粽子吧 哦 谢谢老爷爷 哦 谢谢老爷爷 哦 谢谢老爷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